好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金龟铁甲表演者谢金 张赫文 相声大会一场接着一场 对 刚才是张赫军 邢文昭邢先生 给大伙说了一段 表演了一段 五红图 是 传统的节目 说得非常的精彩 对 下去休息一下 换一下我们哥俩给您说一段 没错 您看现在喜欢听相声的观众是越来越多了 太多了 不像前几年了 前几年大伙都去这个酒吧呀 夜店呢 对 泡个吧 网吧 上个网 台球厅 打的台球 时星这个 KTV 唱个卡拉OK 对 到这个洗浴中心呀 搓个澡啊 捏个脚啊 叫个鸡呀 哎呦 叫个鸡尾酒 你拦我干什么呢 你拦我一件事变两件事了 这人你 多花钱了 你倒全明白是怎么的 我拦早了 早了 叫个鸡尾酒喝呀 喝酒吗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大伙都到茶馆听相声来了 对 三五个朋友约好了 听上三个小时的相声 多好啊 给您带来快乐 是 让您身心愉悦 转天 转天能够更好地去投入工作 哦 对不对 是 当然了 每人的爱好不一样 都不同啊 有人喜欢听相声 有人还喜欢听曲艺 对 有人喜欢唱歌 有人喜欢跳舞 哦 各有各的爱好 是 咱要提爱好 不能不提张老师他们家 说我们家 张老师的父亲 赵老爷子 他老人家呀 爱好就特别的广泛 我拦你 我您等会儿 没事叫个鸡尾酒喝呀 我先 又拦我 又拦我 我们就是叫酒喝 真的吗 没别的事啊 我先问你 怎么样 我姓张 我爸爸姓赵这像话 前老爷子 他老人家呀 那个年头 爱好 别别别介绍你 前老爷子也不对 孙老爷子 咱别瞎懵行吗 李老爷子 像话吗 你看你看你这人 你太挑了啊 我倒挑了 四个答案你选一个呀 有正确答案吗 好喊谢 谢待会儿上来啊 实在不行 你打个电话求助一下 你先求助 行了 你先求助一下我吧 张老爷子 你姓张 你爸爸也姓张 多新鲜 这么巧 这叫巧啊 那是 寸劲 对 就寸劲了 你看你 你绕着我呀 到底是怎么 我姓张 我爸爸也得姓张 张老爷子 这张老爷子 听你的 什么叫听我的 张老师的父亲 张老爷子 对 爱好特别的广泛 有什么爱好呢 没事啊 读读书啊 月月报啊 其中张老爷子 最喜爱的 什么呢 收藏一些 世上罕见的 真奇异宝 喜欢收藏啊 好这口的 家里没有点条件 没有点钱 好不了 有家底 人家张老师 他们家厉害 也不行 世代代英 换门之后 张老师曾祖父啊 西太后手底下的 大红人 跟李连英 那是把兄弟 这关系你 这就对了 我们曾祖父 是太监 是吗 我问问啊 他要是太监 我们一打架子 打哪来的呢 你现在做好事 不留名的 有的是 接放啊 创个门啊 就帮忙了 我们都随接放 干净啊 随接放 谁啊 怎么了 谁是太监 谁啊 不是 你看你看 这说你们家 出身高贵嘛 这不正给大伙介绍了吗 高贵就少点东西 是怎么着 不是 你看你这人人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问什么呀 我问你 想当初啊 西太后 得的那几场大病 是不是你曾祖父给治好的 不说 您这就介绍 介绍了吗 慈禧太后病了 确实不假 那是太监的 太医给治好的 懂吗 多阴字 根本就不是一个字 知道吗 还多阴字 对你想啊 废话 你没有的太医 哪有太监 对不对 太监都太医给做的 一刀切了 你家里没有 以前没 没听说过 太医是太医 太监是太医 就说您家里那时候 出身高贵 太医 太医就太医 对 家里趁钱 是 房产地业 珍珠玛脑 当然了 虽然说你们家里趁房产地业 珍珠玛脑 趁点 但是早晚有一天 有吃尽用光的时候 坐吃山空 可是我听说啊 您家有一个传家之宝 聚宝盆 您知道吗 这您都听说了 我也听说了 我知道 但是我没见过这个 就川家宝聚宝盆 我没见过 你没见过 我见过 我没见过 你愣见过 什么时候见过 那是在我小的时候 有一天上你们家串门去 你没在家 你父亲一个人 正在那喝酒呢 他爱喝 我一进去 我说老爷子 好长时间没上您家串门的 最近身体挺好的 老爷子 我听说 您家有一个传家之宝 聚宝盆 真的假的 哎哟 讨厌 缺德 你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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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太监 我爸说话这样 还有身段是吗 这是你母亲过来跟我打招呼 我母亲也不能这样 显得亲近吗 亲近 没有 好好说 站好了站好了好好说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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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正经人 好好说 你像正经人吗 瘦子 好好说 你父亲过来了 小子 算你知道 没错了 我们家呀 还真有一个聚宝盆 我说老爷子 您家有聚宝盆 那能不能今天让我开个眼 让我也见识见识 平常啊 你父亲谁也不给看 是 还甭说歪人了 你像您都没见过 不让我看 但是那天您父亲 喝了点酒 走 小子 我带你开个眼去 我借酒劲 你父亲带着我 到了你们家地下室 有这么一间密室 还有密室 到了门口 你父亲把我拦住 怎么 等会儿 说着说着 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粉末状的物体 往这空气上一洒 就看这个墙与墙之间呀 有好多的红丝 你父亲说了 什么 这可千万不能碰 一碰警报器就响了 这是上我们家 还是偷别人家去呀 要说你父亲 真了不起 怎么 老爷子身上有功夫 什么功夫 山崭腾挪 蹭蹭蹭 过去了 你说不服行吗 是是 人家在宫里待过 你不 你不服 身上就是轻啊 蹭蹭蹭 蹭蹭过去了 我们练过轻功 对呀 就是轻功啊 是啊 身上比一般人轻啊 轻功 非得找不出来啊 练轻功懂吗 练轻功啊 有功夫 蹭蹭蹭蹭蹭 过去了 对 我说老爷子 您是过去了 我这平民啊 我不会那功夫呀 是不是 我没在那带 我那怎么办呢 没练过 我没练过怎么办呢 你父亲说了 累的啊 小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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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右手边上 有一按钮 你按一下试试 我过去一按 啪 红丝没了 嘿嘿 你 我爸不是缺心眼啊 这些事呢 哎 他按不就完了吗 好诙些嘛 诙些像话 你不知道 这装修的时候 那个 那个女儿 装的高了 够不着 不是你抱着 他不就完了吗 你又来呀 我去 哎呦 没有了 搞乱劲的 到了那个门口啊 我一看 有这么 一米来后的 大缸门 哎 啪 我明白了 太气派了 哎呀 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 捡这东西了 就这关过不去 您知道 谁呀 大缸门 摆这啊 一米来后 刚坐的大铁门 那叫缸铁门 缸铁门 大缸 缸铁门 你父亲啊 把耳朵贴上去 拨那密码 拨了半天 门没开 怎么 一想这没错呀 密码对呀 是 就四个零了 没错 这是密码吗 这个 初始化的门 这是 开了半天 门没开 这是你母亲过来 什么呀 缺心眼啊你 上面还有个插销呢 什么防盗门呢 这是 双冲保险 各位您听着 哪点保险了 四个零 一插销 一堆红丝 还一大缸门 我们家钱烧的 挥蟹吗 谁挥蟹 家里有钱 装点别的 不好挥蟹我们 进去以后啊 一看 四壁皆空 地下就有一口 大铁锅 什么 我说老爷的 咱那聚宝盆呢 你父亲拿手一指 那铁锅 这不了吗 这就是 我说老爷的 您跑这 哄哄小孩来了 您要不想给我看 您直说知道吗 转身我就找人 拿个大铁锅 你外面那炒栗子 净用这 你拿这个 你给我看看 大柴锅呀 这么一说坏了 怎么 你父亲急了 急了 哎呦 小子 你是头发短 见识也短的 都短 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说着说着 老爷子 把这大拇指上 那个翡翠的斑制 摘下来了 干嘛呀 摘下来以后 往这锅里这么一扔 哒啦啦 捡起来 再一瞧锅里头 还一个 捡起来一个 锅里还一个 捡起来一个 锅里还一个 我说老爷子 咱不要了 你父亲把这锅 往地上一扣 翻过来这么一瞧 怎么样 空锅 真是好宝贝 正说着呢 你父亲拿起来一张 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钞票 往这个锅里这么一放 拿起来往 放在桌子上 是 这么一瞧 怎么样 锅里还一张 拿出来一张 锅里还一张 拿出来一张 锅里还一张 我说老爷子 咱们不要了 是 你父亲把锅 往地上一扣 翻过来这么一瞧 怎么样 还是空锅 传家宝啊各位 我走到桌子旁边 我这么一瞧啊 这么厚达一百块钱一张的人民币 当然了 但是花不了 怎么呢 号码都一样 我爸称印假钞的了 老爷子 您太神奇了 那没什么事 我先告辞了 你先等会儿再走 不让走 我跟你说清楚了 什么呀 这件事情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要是说出去 会惹来杀身之祸 对 印假钞都枪毙嘛 对 我说您是那头啊 您放心吧 自己多保重吧 那我先走了 我送送你吧 您别送我了 我送送你吧 外边风大 您请留步吧 我送 您别送了 哟 快乐 坏了 这个劲儿 稀微大了点 你爸门站稳 铺插 坐锅里了 我说你这像话 哎呀 好不容易让你看了一回 你摔着怎么办 是啊 赶紧扶去 赶紧扶 不是老爷子 到您别送我 别送我 哪有这样的 你看 有这样事 没事吧 没摔着吧 那么大岁 摔着怎么办 别送 你这锅里还一个 老爷子 多挤 慢点慢点 告诉您别送我 下次不许送了啊 锅里还一个 老爷子 多挤 一点严厉劲都没有呢 挪挪挪挪挪呀 还挪挪地儿 都是一家的干什么呀 你挤着谁 挪挪挪挪挪挪挪 一敲锅里还一个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先蹲会儿 我问清楚了 你们这几个 谁投一个出来的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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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实话 都没有说实话的 哎呦 找不着原配的了 你说弄一屋子车 晚上多闹得哼啊 你说让你妈多为难 留哪个不留哪个 一三五二四六 你不好说呀 好 怎么办呢 没事 把我妈再扔锅里 你好 你看你这人呢 你看 我给你摁锅里 信吗 我们家有这 缺点玩意儿吗 有吗 急了急了 废话 说你家里 衬宝贝吗 不是这宝贝 知道吗 就说您家里那时候 衬钱 衬钱就丢了 您家那时候 称得起是家财万贯 就有钱吗 虽然说啊 家里衬这么多钱 但是有一点 什么呢 才其人不其 他爸爸没儿子 对 就说啊 到那个年头 你说 又来了啊 又怎么了 我爸爸没儿子 我打哪来的呀 你街坊不帮吗 再说这就抽你 我告诉你 我是说呀 没生你之前 你爸爸他没儿子 您家都废话 对不对 废话 记得啊 你父亲 有你的时候 岁数不小了 不小了 那时候得 记得好像 五十一岁有的你 五十一了 对 你小门叫五一吗 是 五一劳动节吗 今天我生日 劳动节那天 把你劳动出来了 说话这么脏 就说你父亲 特别疼你 老来得子嘛 是是是 特别疼你 特别爱你 对 没事经常带着他 到这个庙会 逛过庙会啊 逛过市场啊 好 可是一碰见 那个卖小玩意儿的 一看见你们 爷俩来了 高兴死了 怎么呢 包园的来了 那时候我们家趁点 家里趁钱呢 是是是 我记得有这么一回啊 你父亲带着你出去 溜去了 到这庙会上 结果啊 在庙会上 有个摆地摊的 把你爸爸给气了 气着了 接着摆地摊卖什么的 就是有个洗脸盆 旁边有个大布口袋 这人从这口袋里 拿出好几个玩意儿 放着这个洗脸盆里边 拿出什么来了 就是这么大个的 有四个小爪 小尾巴 脖子挺长 还有壳 壳有好多花纹 金龟 对 绿盖王八 就这个 别瞎指啊 别指 别指 绿盖王八 光说就得了 那时候你一看 你就喜欢了 对对 你小嘛 说话反正也不劳力 小孩嘛 你看这个 这干嘛这是 爸爸爬了 爸爸爬了 我问你一句 什么叫爸爸爬了 就告你父亲 他那个东西洞会呢 哦 小时候说话不利索 嘴里边不清楚 爸爸爬了 买爸爸 什么叫买爸爸 告诉你父亲 你想要那个东西 就告诉父亲 父亲说了 宝贝啊 咱不买这个 这个东西它太脏 是 爸爸不脏 又来了 他咬人 爸爸不咬人 都搁一块说啊 你看 没辙 你那时候非得闹着买呀 你父亲问问吧 多少钱呀 那卖王八 一看你们 爷俩来了 好 这价往上提吧 是 平常卖别人 十块钱一个 卖我们 一百块钱 这也太黑了 一百块钱买个金龟呀 你非得买呀 就得买 躺在地上 你不打得打口啊 孩子太命 不起来呀 哦 你父亲看没辙了 冲着卖王八 一拍胸脯 怎么着 你 卖我 一百块钱一个 你看我值一百块钱吗 我爸给自己订价了啊 你这不讹人吗 儿子 走 跟爸回家 就是 往哪去呀 怎么来拽我呢 你看你看你看 现在还是这么拧 当初比这还拧呢 你要不拽我呢 躺地下打滚不起来呀 你爸一看宝贝宝贝 别着急 给你买还不行吗 就得买了 掏出一百块钱来 其实你父亲不在乎这一百块钱 对 那有的是是吧 不在乎这一百块钱 假钞啊 是有的是 就是 号码都一样 没听说 都不一样 一百块钱 但是你父亲感觉好像吃亏了 一百块钱买个车 反正你受得了受不了 对 得了 给钱的时候 说了几句闲话 应该说 卖完我的 你卖的这些 可都得跟卖我的价钱一样 我爸这件下不去了 你要少卖一块钱 你可不是个东西 对 当时给你爸气坏 是 可是回到家 你爸高兴了 这一百块钱买个金龟 回家高兴什么呢 省钱了 哪省钱了 虽然说一百块钱买了个王八 但是你不买其他别的玩意儿了 别的地方省了 父亲一看 怕他咬着你 找了根绳子 拴在这王八后腿上 让你拉着他玩 多好啊 哥你可高兴了 当然了 一边拉着一边玩 一边跑一边 是 爸爸跟我跑 爸爸跟我跑 什么叫爸爸跟我跑啊 让你爸跟你一块玩啊 真不清楚说话 你觉得好了 爱不释手 吃饭的睡觉啊 都抱着他 你父亲不愿意让这东西进屋子 怎么 有味儿 气味不好 结果在睡觉之前呢 把他给骗到手了 把这绳子解开了 把这王八放在院子里 拿这花盆扣上 准备让你明天接着拉着玩 多爱我呀 谁知道 坏了 怎么 出事了 什么事 当天晚上也不知道谁打着路过 把这花盆给汤翻了 王八给跑了 转天早晨起来 你知道这恶号吗 当时你就心里就 您想一会儿吧 您想一会儿吧 这王八跑了 叫恶号了 就是你不好的消息 知道这信了 知道这信了 你着急呀 爸爸跑了 有来了 爸爸跑了 没车呀 你父亲一看 吩咐人吧 到处去找 整个院子都找遍了 没找着 宝贝宝贝 别哭了 别哭了 回头爸爸再给你买一个 不 我现在就要拉着玩 什么孩子 你现在拉着玩 上哪儿给你买去 人家还没出摊呢 不 我就要嘛 那怎么办呢 你这么着吧 你拿绳子拴我腿上 你拉着我玩吧 没听说过 你过来吧 哪有这样的 怎么了 这也太疼孩子了 没有这么疼孩子的 就说你父亲特别的疼 不能这样 知道你父亲 对你为什么这么好吗 那当然知道了 五十一有的我 老来得子 能不疼吗 您说的这个 也不完全正确 怎么 主要是什么呢 你母亲生你之前呀 有一个仙兆 什么意思 做了个梦 做梦 梦见南天门开了 打里边出来一副卵架 还有一百多个仙女 当家有个老太太 老太太穿那个衣服 戴那个帽子 就跟那个算粮灯店里面 那王宝川似的 好 骑着一头牛 怀里抱着一个小胖小的 在小胖小的脑袋上啊 还戴着这么一个锁 锁上有四个字 长命百岁 后头还有两个童子 一个男一个女 一人举个大说命 俩西 大说了命 老太太抱那个小胖小的 递给你母亲了 你母亲一乐 醒了 谁知道是个梦 怎么这么瞧 你父亲也做了一个梦 跟你母亲做的是完全一样 这叫梦梦相同 你是说蹊跷不蹊跷 确有此事啊 但是啊 我姥姥跟我说过 无非呢 跟您说的有点出入 我姥姥说过啊 从南天门出来那老太太 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 什么呀 宋子娘娘 身上穿的 爱不着王宝川什么事 那叫凤冠霞配 骑的那不是牛 那叫麒麟 后边举的那个 那不是什么梭了蜜糖 龙凤扇 举着龙凤扇 金铜玉女 怀里边抱那小孩 那就是我 常言说 麒麟送子 麒麟送子 那就是说我呢 哦 麒麟送子 麒麟送子 说的就是您 当然了 没错了 打那天开始 你母亲是身怀有孕 好 可是到了十个月 你可没生下来 没关系啊 常言说的好 过孕的小子贵如金 对对对 过了一个月 你没生下来 俩月还没生下来 没事啊 秦始皇当初啊 他母亲怀他的时候 十三个月才降生 你比秦始皇厉害多了 是啊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 你没生下来 给你爸急坏了 哦 上面写的很清楚 怎么写 保值期十八个月 过期就涨毛了 我是点心啊 没辙了 你父亲赶紧 吩咐人到处去寻医去 哦 得去啊 结果请了好多医生 都没看出来 都不行 都没诊断出来 哦 最后到了印度 请了一位老中医 到那里啊 山清水 老头偷渡过去的吧 印度老中医 各位啊 你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这位老中医啊 一直在国外隐居 传说是华佗在世 是 神医 这么灵 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 好啊 把老爷子请到家里来 给你母亲一号卖 还真号出来 出来了 恭喜太爷 贺喜太爷 哦 您的夫人 给您怀了一位令狼 好 你父亲一听 什么 狼 白眼的四眼的 好 我是狼崽子 令狼公子大少爷 给您怀了一位令狼公子 但是我不能报喜不报忧啊 怎么了 您这孩子可不易降生 哎呦 是保大人保不了孩子 保孩子可保不了大人 就怕这个 您父亲说大夫 您赶紧想想办法 我又保大人又保孩子 都得要 大夫说 我简直没有办法 我这有一个秘分 您按我这上面去抓药 可千万别怕花钱 嘿嘿 你父亲说了 大夫 只要保他们母子平安 你就算把我这房产地业 珍珠玛瑙 还那大铁锅 一块拿走了 我都无所谓 趁早把铁锅拿走 结果你父亲吩咐人 各处去寻药 就寻药了 寻什么药 寻什么药 珍贵的药可太多了 您讲一讲 其中有一件 最为珍贵的药品 什么呢 铁甲将军一队 什么叫铁甲将军 十个浪 十个浪 甭外出寻药了 去这郊区粪厂子 滴了桶水 灌去吧 一灌一堆 知道吗 全是十个浪 甭 什么呀 你说那个粪厂子 对 大粪堆 是 十个浪 就这 就这推粉球哪个 太像了 就这个 没错 那不值钱呢 不都是十个浪 那不行 咱要的得是 印度的十个浪 印度十个浪 你看不懂了吧 您拿这个中意来说吧 主要的讲究产地和等级 这得详细地说一说 您比方说吧 您说 拿这个红花来说吧 红花 平常啊 咱们吃的都是草红花 真正值钱的 那是西藏红花 藏红花值钱 菊红呢 得是华州菊红 人参 得是吉林野山人参 鹿绒 得是关东花马鹿绒 羚羊 得是非洲羚羊 十个浪 就得是印度十个浪 我问问 这个印度十个浪 有什么好处呢 耐热呀 到肚子里死不了 活着呀 死着你怎么出来 到了印度 买回来 打开这锦盒啊 一个瓷一个熊 一个棍老 一个棍娘 什么意思 这棍老爷脑袋上有个尖 棍娘脑袋上是个小铲子 大夫看着吃药 先吃棍老爷 再吃棍娘子 这个次序可不能错了 而且吃的时候还不能嚼 伤了一个腿 坏了一个爪 这钱就算白花 不易 要说你母亲真不容易 怎么 这么大个死个浪 生往肚子里厌 吃完的棍老爷 棍娘子不到十分钟 你是呱呱落地 这药还真灵啊 不能不灵啊 怎么呢 死个浪一下去 把你给推出来 我笨球啊